大人 我们警方 已经抓到 杀害林局长的真凶 请您立即停止 林九哥的死刑 龙队长 你有确切的证据 能证明你说的那个 于大芒是凶手吗 这个 是于大芒的脚印踏片 和那天 在现场花盆下 发现的脚印完全吻合 我冒昧地问一句 龙队长 这个于大芒 现在身在何处啊 死了 不过法官大人 这是在他生前采集的脚印 据我所知 警察局昨天发生了大爆炸 这个于大芒 现在已经是一句交叹了 我说句难听的 就连他是不是于大芒 都已经难以确认了 更不要说 这个踏片的证明 纪检察官 你是在怀疑 我的职业操守吗 我可没有这样说 法官大人 所有警察局 鉴定科的同人 都可以替我作证的 好 就算这个脚印 事与大芒的 那又能证明什么呢 现在现场的证据 只能说明进入犯罪 现场的第三个人 是一个脚长 二十七公分的人 就算这个脚印 事与大芒的 那就一定能说明 他是杀人凶手吗 我换句话说 整个上公室 脚长二十七公分的人 数不胜数 你仅凭这一点 就要叫停一个死刑啊 龙队长 有点说不过去吧 法官大人 林九哥的案子 绝对没有那么单纯 于大芒不止 追杀萧凌峰 还绑架他的亲人 威胁他 不准替林九哥方案 于大芒 要是真的跟此案无关的话 何必如此大动干戈 何况 我前脚刚抓到他 后脚 就有人前进警察 去杀人灭口 这种种的巧合 恰恰说明了林九哥的无辜 龙队长 你作为一个资深的刑侦人员 应该知道 法律讲究的是证据 任何猜测 都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应 就算这个于大芒 死于非命 那也不能直接证明 林九哥无罪吗 法官大人 人命关天 既然还有一天 就应该暂停死刑 法官大人 我认为本案证据确凿 影响恶劣 还请法官大人维持原判 法官大人 好了 都别说了 你们先出去 让我一个人想想